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什么叫紧急避孕药或者施后避孕药呢 它是怎么样来起到避孕的作用呢 它起到避孕作用呢 主要是因为呢给身体呢一个比较大剂量的这个激素 那么干扰了子宫内膜的这种情况 干扰了子宫内膜的内分泌的这个状态 那么会干扰呢我们子宫内膜呢受精的这个环境 那么会影响到呢我们怀孕 它是因为这种原理呢起到避孕的作用 那么就是因为呢它干扰了人体的这个内分泌的状态 它给了一个比较大量的激素 那么它也会搞乱的这个子宫内膜的这种表现 那么可能呢会出现呢在停药之后呢出现撤退性的出血 那么撤退性的出血呢就可能呢会表现为呢 月经呢提前甚至有十天来潮的这种情况 那么月经提前十天这种情况的话 首先呢我们就知道这个估计呢怀孕的可能就不大了 我们吃适后避孕药或者紧急避孕药 那么最重要呢还是想起到个避孕的作用 那么我们就知道呢这个怀孕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呢如果说出现了这种一下提前的十天这么长的 以后呢我们再吃这种紧急避孕药呢就要注意 尽量的避免吃尽量的少吃 那么一般来说吃紧急避孕药呢我们是有严格的规定的 比如说我们一个月之内只能呢吃一次紧急避孕药 这一次紧急避孕药呢只能针对一次没有保护措施的这种性生活 你不能说我多来几次我吃上一次 这样子的话保护的效果是不够好的 另外呢一年之内呢最好呢服用避孕药的次数呢不要超过三次 服用紧急避孕药的次数呢不要超过三次 否则呢比较容易出现了内分泌的紊乱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